今天是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 昨天周深深圳演唱会门票预售已经结束 毫无悬念再次收请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想到漂亮呢 恭喜一下 到目前为止已经官宣的周深无产演唱会 上海两场已经结束 6月1日的深圳站和6月15日的成都站已经没有票了 最后一场是7月13日的贵阳站 这一场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周深最熟悉的地方 是自己的家 5月25日本周六晚上8点开启预售 小伙伴们不要错过了 目前已经累计有超过23.7万人想看 抢票的压力也不小 另外根据之前网络上的路透消息 8月10日南京站和9月7日省延站也都通过了备案 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官宣消息 相信周深的演唱会应该不止四站 毕竟需求量太大了 期待看到更多周深演唱会的好消息吧 接下来是 昨天周深又回归奔跑吧第12集 沈阳站的录制 一上来就来了一场四名牌大战 根据路透视频 周深竟然撕掉了郑凯的名牌 周深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了 另外 除了四名牌 本站还有一个集体的音乐活动 甚至有可能是一个音乐特辑 根据路透视频 周深也唱的是自己的二专歌曲少管我 这首歌曲确实很好听 也是周深参与度很高的歌曲 因为是跟老大战前雷一同作曲并制作的 目前也是小编的循环单曲之一 关于奔跑吧第12集 小编也突然觉得有了周深 该节目变得更加有活力 更加有吸引力了 期待看到周深的正片 最后明天有周深的新歌 《一赏》发布 以及B站夏日毕业歌会的录制 不过关于毕业歌会的录制 还没有看到官学消息 期待一下吧 你准备抢票贵延演唱会了吗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诚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